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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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YP时间 是 时间一到呢 我们田大哥呢就准时就 没有错 我这个人对这个时间观念相当的重视 对 时间就是金钱嘛 嗯对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 金钱也就是时间 对 千古的定律 这个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一点都没错 是 那么他提到刚刚什么时间是金钱 是 谈到这个金钱呢 嗯 虽然金钱是好 人人都喜欢 人人都要 不过发生在金钱身上的一些 这个烦恼还不少呢 怎么说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昨天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怎么样 结婚三年了 是 昨天通电话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哦 哭的 为什么 跟他先生吵架 为什么呢 为了金钱 哦为了钱 对 其实现在的夫妻吵架 不是为钱 就是为小孩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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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主外 女主内 男人在外面东奔西跑 然后赚钱交给了老婆 老婆就要量入为出 把家庭料理得很好 这就对了 万一没有料理好的话 那是你无能 所以这个老婆自己要负责 哦 讲的像唱歌一样啊 灌面堂皇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一个月才给我多少钱 两万块钱呢 两万块钱对啊 过手你又拿了五千呢 哎 这个我自己要有私人的花用 比如说抽抽香烟啊 坐坐车啊 这都要花钱的 好了 就算就是你说的有道理 那么你留下留下一万五千块钱呢 我也是给你打理的好好啊 菜钱就是菜钱 家用就是家用 条条有理啊 哎呀 别说买菜了 上次给你去买菜 没差点没气 昏在那里 哎呀八百年陪我一次 你还有意见呢 不是 进到菜市场是又脏又乱 味道又不好 你应该买的菜赶快的走 结果你不 为了三毛钱两毛钱 跟人家在那里讨价还价 弄的是这个乌烟瘴气的 你看 两块五毛钱一斤的这个 这空心菜 跟三块钱差到哪去了 非要跟他炒 你不晓得这些卖菜的 怎么样 那些三块钱的空心菜 也没有比那个两块半的 漂亮到多少 他为什么卖比人家贵五毛钱呢 对不对 我就是这一条理不顺 所以我要讲他 我说你也不比人家漂亮 贵五毛钱干什么 对不对 你还给人家机会教育啊 就是啊 真是 那你拿两块五毛钱 买一斤这空心菜 走了就算了嘛 还拿人家一颗大葱 丢了就走 害得人家在后面指着鼻子骂 这个不像话嘛 丢人现眼 不是丢人现眼 那个卖菜的呢 真的不会算 我一年到头帮他忙 帮多少啊 一根葱算什么嘛 对不对 他还敢叫 我下次就不买他的菜 不是 我是说你们这女人哪 我懂得去经济这个金钱 该花的你花 该捡的你要捡 不是 为了三块钱两块钱 三毛两毛跟他争 好了 你看真正去买衣服 你看这套衣服 八千块 你连眼睛都没有扎一下 马上掏钱给人家 这个不对太浪费了 什么眼睛扎一下 那明明写的嘛 博尔将你还还 还跟他捡价干什么 反正好看嘛 漂亮穿在身上 我漂亮你有面子 对不对 我穿的这套衣服 跟你去什么上酒席去 你就说哎呀 田代代那个衣服好漂亮 你都有面子嘛 是啊你可有面子 那我这套衣服呢 那也是我买的吗 没错了 但价钱差很多 你这八千块 我就在菜市场买菜 顺便买的 一百块钱三件 不像话嘛 对不对 那也不是穿的好好的吗 是啊那没有错了 我是不计较了 你看那个孩子那么小 你给他打扮打扮就算了 一套小衣服加个小裤子 两千五百块 你怎么花得下手 你们这个做男人呢 做先生呢 太不能体谅了 这个太太呢每天为这个颜面问题 多艰苦啊 怎么艰苦 你不看看隔壁那个李太太 那个老二 你看穿那套黄的多少钱 你知道吗 多少钱 四千六啊 四千六啊 对啊 咱们猜什么 两千五百块钱 是是是是 可是我也不会跟你丢人的 怎么样 我跟他骗说我们那套是买五千六 好了 这个都我们都不要去计较他嘛 怎么何必比什么比呢 哎 哦你不说比呢 我就没想到奈马仕 怎么样 一比呢 我想起来就生气 哪一回事 我们结婚那次吗 结婚没少你什么东西啊 是没有少什么东西啊 人家隔壁那个李太太还不是结婚了 一个人一年一生当中就一次 是是是 那么有一次那个李太太 哎呦 田太太 田太太 这是干什么这个 手上那颗那个 结婚的那颗大钻戒 钻戒怎么样 多大呀 多大 一克拉 我们也买了也不是没买呀 才三十分 哎呀 三十分跟一克拉差不多多少 你要比嘛对不对 后来不是买了个大的吗 两克拉给你呀 你别说了 你说了又丢人现眼 嗯 哦 好好的嬉皮下来 哎呦给他买两克拉 哎呦我新花弄发的 我以为真的是那么那么有心的人 然后呢我就带着带上街呢 嗯 换我来了 哎呦李太太 李太太 结婚那李太太 哎呦田太太呀 这这这时候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这个钻戒这个 这个假的这个假的像真的一样 哎呀 你管他真假吗 你们不是比大小吗 弄个两克拉比他大就算了 我丢人哪 那有什么好丢人的呢 弄的假装就给我出去求 哎不是求 我告诉你们女人就是爱比 对不对 你看看去年说让我给你买那个大衣 不买吗你就不高兴 不是嘛 人家个别那个李太太 你不要老提李太太好不好呢 不嘛 人家那个李太太三年前就买了一件貂皮大衣嘛 你看看各位听听看 这个貂皮大衣 这是在零度以下的那种温度才穿得着 好你买他干什么呢 说不给你买 生气 三天三夜不跟我们讲话 冷战 好了给你买了 你评论先说你穿过几次 我穿了 我穿了一次啊 穿了一次 你还有脸讲呢 穿到身上那天的温度十八九度啊 穿个貂皮大衣 跟着去参加宴会 还没走到门口差点休克了 中暑 是不是 这是什么用呢 现在放在家里掉那好像烧香上供啊 没有 没有人也看都不看了 不 浪费 你讲完了没有 我讲完了 你说完了 该我了 你说 我告诉你 你不要说太太什么买衣服干什么 我们买衣服穿在身上啊 漂亮在身上啊 有面子在脸上啊 对不对 你们男人花钱根本看不见的 怎么看不见呢 花得蛮高兴啊 是啊 当然开心啊 上酒家哪不开心呢 哎呀哎呀太太你不要提到上酒家 这个商场上难免都有点应酬 对不对 应酬 日本客户从那么老原来 来到这以后请家吃顿饭 后面加点小节目不算什么 酒家都给你准备好了嘛 准备什么 哎呀吃饭呢 对不对 我告诉你啊 吃饭 你把你那个日本这个人 这个客户呢 给他带到家里来 我下厨房做几样好菜 在家吃饭 哎呀 这个情调气氛都不一样 情调是吧 是 你想要情调是吧 哎哎对 情调是人做出来的 怎么做 你呢 把那个朋友叫到家里来呢 把灯光光爱一点 你嫌不够是不是 点个蜡烛 啊对不对 点个蜡烛完了以后 你你再嫌不够的话呢 我就放干冰 这不对的 这日本客户 他吃完饭喝了点酒 人家想唱歌嘛 那就对了 我们这里不是有一部卡拉OK吗 啊 把他叫到家里来唱 我还能唱唱两句 我唱的不好吗 我陪他唱两句 是是我知道你歌唱的好 不过人家得有人陪着 你这个 哎呦我不是人啊 不是不是 那不够啊 你一个人哪够 得多叫几个来陪嘛 不够是 是不够 你想要几个 哎起码得四五个 那好 我把隔壁的李太太叫来 楼下的张太太叫来 嗯 那个老远那个张大神 是啊 我叫来 不够精彩的吗 刘姥姥叫来 这些都是台杠专家 给你聊的绝无能场 够不够 拜托啊 不够我在叫人 怎么怎么怎么跟你讲不通 这个道理呢 人家要的是女人哪 都不是这个 哎呦我不是女人哪 不不不 好像要那个年轻的女人嘛 好好 你看这个狐狸尾巴给露出来了 上酒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年轻的女孩 是不是 你们这个男人呢 我告诉你 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告诉你 哎这话不能这样讲啊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 那去酒家 看那漂亮的妞 把钱当纸一样到处乱丢 对不对 这儿丢那儿丢 怎么 撑面子是吧 你撑 我告诉你 你们这个男人有时候最要不得 到那个地方去呢 把钱不当钱 对不对 你少去两三趟酒家的话 咱们咱们家呢 咱们家这个一年的这个家用就出来了 哎呀这个 这条账你要会算嘛 你不要老家 老家我们女人买什么衣服 今天听飞飞这一席话 然后我一身汉 男人应该感觉到惭愧 对 为什么要把这个钱拿到外面去乱花 对痛改前非 哎我们奉劝这个喜欢上酒家 喜欢交集应酬这些男士 钱虽然是万能的 嗯 而且它很好用 但是你要用在刀口上 好 这个钱才能发挥真正的功能 对极了 从今以后 咱们少上酒家 少去这个花钱 对 我可以多买一件衣服 哈哈 开玩笑了开玩笑了 不是奉劝各位真的 这个金钱虽然万能 但是大家要经济它 要节制它 对 这样才行 接下来应该是卡拉OK时间了吧 卡拉OK 我想比卡拉OK再高级一点 哦是是是 这个这个声光画面啊立体 这个比卡拉OK更精彩 美得多美得多 那么这样子我把那日本客户 请到现场来听听歌好了 哦哦欢迎 好来我们掌声一块儿 菲菲 谢谢 邀请 在遍亂真感慌 天天驚對遍亂動 面在小酒 月家愛唱 偏偏念唱來疼唱 看人相親跟相愛 竟竟相親老百姓 誰人會在我心裡 只有對火索皮愛 竟竟相親老百姓 偏偏偏為他老百姓 第一情表時運 每一百姓作本土 秦密花坐 曳曳的梏 侠你這屁傷亡 金日游是風雨滴意向的陶瀝 路上漆漆漆漆漆在營運的旅 青春藍漆不知自己 买騎哪裡去 漂流望遠感到優秀無名 熟 spy-フワ – 三車 想起当時点路講 Coldillyrakti 果汁與湯面里 今生日記指在我 circum 血衰來聽靜泐 不知道何時 會來三季 前情當花季 啊啊啊啊啊啊 海風搖你 感到搖落買你 啊啊啊